东亚运动会的羽毛球女团的冠军争夺战 这场比赛中国国家队迎战中华台北队 现在已经打到了第三场 在前两场比赛里边 中国国家队都取得了胜利2比0 在团体当中是大几分领先 这场是双方的第二单打 中国队派上的是韩丽 来自四川的拳手 一直是国家队的主力 大概今年的全运会当中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获得了全运会的单打的铜牌 今天对阵韩丽的是中华台北队的陈小欢 韩丽掉队脚这个球出界 韩丽这场比赛如果能够战胜陈小欢的话 中国队就将以3比0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获得本届动亚运动会 羽毛球女子团体的冠军 其实从这次比赛来看 当然比赛的对抗 本身中国国家队的实力就非常强 在这次比赛 由于国家队友很重视 所以派来的运动员 整个的他的组成 比其他的队可能实力更强一些 但给人印象最深的 还是天津的羽毛球观众 对羽毛球的了解和喜爱 当然这也并不算什么特别新鲜的事 在中国的大中城市 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 羽毛球都是最普及的运动项目 就是在老百姓的所从事和喜爱的项目来看 羽毛球都是最普及的项目 尤其是对上了班的已经上班的人员来说 可能在中学生和大学生里面 篮球更普及一点 但是对于已经工作的人来讲 25岁以上 30多岁40多岁 甚至到五六十岁这个年龄段 羽毛球都是在中国非常普及的一项目 虽然天津羽毛球 它没有特别高水平的运动队 在这些年也没有为国家队输送过选手 而且国家队的选手也几乎没有来自天津 也没有天津籍的运动员 但是在大港体育馆现场看到的这个比赛 现场有1000多观众 还是对羽毛球非常了解的 这次比赛的整个比赛氛围 在国内的羽毛球比赛当中是比较突出的 比较好的 其实对羽毛球这个运动 国内的从事的人非常多 我觉得在观看羽毛球比赛的时候 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更多的是欣赏比赛 来学习运动员的步伐 战术和技术 还有欣赏他们在场上的这种 拼搏精神 不放弃的精神 还有就是遇到任何困难 都会想办法去解决这样一种比赛的作风 而不是在比赛里面来了就看看热闹 随便喊喊加油 6-9 浮沉 Stage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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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le ese우러 随便 艺老夜 继续 写 制着 chem 11比6 盘力在第一局领先到了间歇 双方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盘力这个球其实是个半场球 但是头顶突击的时候 要求质量太高了 结果杀球下往 而且他自己转身也慢了一点 没有转过来 这个球也是上网之后 搓往前 要求质量太高 结果球没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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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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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在这些年一直没有能够取得特别突出的成绩 在今年全运会获得第三名 这对于他来说就是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成绩了 那还是在技术上缺乏一个特点 虽然各方面技术没有明显的漏洞 但也缺乏一个特点 因此在国家队这么竞争激烈的一个环境当中 确实是很难能够显示出来 其实像现在王一涵 李雪瑞都是90后的选手 都比他要小 但是成绩和实力都比韩力要突出一些 韩力是1988年的来自四川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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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力逐渐把比分拉开 17比12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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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韩丽防得非常稳健 最后造成对方头顶攻对角出界 陈小欢一开始还以为这个球是打在压线的位置 但四线还是示意界外 其实陈小欢打得还是挺积极的 但是韩丽比他身材高 手长脚长 控制的面积比他要大 他虽然攻得很凶 但是韩丽防守都能应付 都能给防起来 最后就造成进攻的一方着急 反而失误 因为你攻不死的情况下 自己又付出了很多体能精力 这个时候心情就会急躁 会要求自己的每一拍打的质量更高 其实失误的风险也增加了 20比12韩丽的局点 小顶批掉对角 非常漂亮的一拍 21比13 韩丽先达下了第一局 1比0领先 第二局 罗伯 表演 好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韩丽 对阵陈小欢的第二局 场上穿着黄色比赛裙 是中国国家队的韩丽 中国队在前两场比赛当中 王世贤是2比0 战胜了中华台北的戴姿颖 然后一对年轻的女子双打选手 唐元廷和欧东尼 2比0战胜了中华台北的 蔡佩玲和江凯心 现在团体分是2比0领先 这是第三场比赛 韩丽第一局取胜 21比13 这是第二局 本次 这球 刚才 陈小欢一个愉悦就球 韩丽打得很清楚 重复压他的头顶底线 然后这球出界之后 韩丽回头跟杨建民做了个手势 那意思 这场地有点侧风 这次比赛是在天宁市的 滨海新区大港体育馆进行的比赛 这个体育馆不是很大 容纳观众现场看 应该是2500人左右 但是这样大小的体育馆 对羽毛球比赛来讲 还是挺合适 太大的体育馆 它的风向比较难以掌握 对羽毛球比较难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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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羽毛球比较难以掌握 不可能 然后连贯进攻 这逐渐的多拍打起来之后韩力的速度是越来快 就是显示出来他的优势 他并没有越来越快 但是他的球越来越主动 抢的点比对方越来越主动 这个身高腿长的优势就表现出来了 韩力虽然比陈晓欢要高一些 但是他在国家队的女单运动员里头 他身高并没什么优势 这个打起来还是以多拍 依靠他的多拍造成对手失误 因为他整个技术比较平均 第二局的比赛 还以为韩力场上的速度比较快 好 好 速度不奇怪 来吧 上完很快 往前抢得很高的点 这击球点几乎是跟网贷平行 这种搓球过去自己很好掌握 而且给对手威胁特别大 11比2 第二局的比分11比2 韩力领先 第二局见先 双方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韩力大比分领先 中国羽毛球队在这一届的团体比赛当中 夺冠的形式有比较明朗 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 其实中亚的羽毛球水平还是挺高的 但是由于韩国队并没有派出主力队员 所以也没有办法和中国国家队进行对抗 好几乎 今年对于羽毛球运动员来说也是非常辛苦的一年 像今年世锦赛之后 他们马上就要回到各个省队 进行短暂的训练之后 马上进行了全运会的比赛 全运会还没有结束 长洲大师赛就已经开幕了 国家队的主力队员马不停蹄 从辽宁的锦州跑到江苏的长洲 参加大师赛 大师赛结束之后 还有一站日本的公开赛 然后回来今年的羽超联赛就开幕了 打了三个羽超联赛 一部分运动员来参加东亚运动会 在东亚运动会结束之后 国家队主力选手又将前往欧洲 参加丹麦和法国两站超级赛 因为世界羽连的每年比赛 在超级赛有十二站 这十二站超级赛的积分很高 优秀的运动员都会要参加的 这样就已经占了十二次比赛 每个比赛一周 然后世界羽连在每年还有两项市井赛 一次团体一次单项 单项市井赛每年都举行 然后再加上隔年进行的 汤油杯和苏利曼杯 这两个团体赛 这每年世界大赛有两项 然后今年中国国内呢 又有全会的比赛 韩利的打法是这种比较稳健的 韩利的打法是这种比较稳健的 他不会冒险抢分 所以也让陈小欢有挣扎的空间 韩利是宁愿跟你多打几拍 他也不冒险 不冒失误的风险 还是说刚才这个比赛 中国今年又有全运会 再加上地区性的比赛 比如说东亚运动会 所以今年的羽毛球运动员 确实是很辛苦 本身世界羽连那儿 就有14场比赛 14个大的比赛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联赛 全运会 东亚运动会 等等这些比赛 今年还有大学生运动会 大运会呢 国家队也派了 像杜鹏宇这样的选手去参加 杜鹏宇也是国内的第三登打了 韩国羽毛球队是 在今年的大运会上派出了主力 所以韩国羽毛球队 在大运会上取得的成绩 比较好 好 60 4 这球在底线 陈小欢判断失误 17比4 韩丽领先了13分 本次比赛也是根据参赛队报名的情况 来进行组织 女队一共有6支队伍参加 进行了单淘汰的比赛 来决出最后冠军 陈小欢在场上的这种 顽强比赛这个精神 也是引起了观众一片叫好 他即使在 他在很被动的情况下 挣扎能力比较强 正好又赶上韩丽 这么一个特点的打法 韩丽就是他是慢刀子磨人 不是很痛快的一下杀死 挡对角要求质量太高 结果出边线 因为现场的观众呢 据说这是卖票 现场的观众买票来看了比赛 他们都希望能够多看一份 尽管实力悬殊 但是对于现场看球的观众 面与爱好者来讲 还是一个在学习技术 打法等等方面 难得的机会 现在 比分相差这么悬殊 现场观众都更多的 给台北队加油 希望中华台北队队员 能够多坚持一会儿 球要出了底线 这个球是底线界内 陈小欢再得一分 6比19 中国队的教练员杨戴民 杨戴民也是 中国队虽然是中年人 但是是一个老教练 负责女单已经很多年了 这球批掉 然后上网抢得很快 现在往前抢到高点 可以推对方底线 女毛球的下压 他要配合后面的连贯 就是上网 上网的速度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球出界 20比7 韩利获得了本场比赛的场点 同时也是今天这场比赛的赛点 团队连续 底线 造成陈小欢批掉下网 21比7 韩利又胜了第二局 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 中国国家队是团比赛3比0 战胜了中华台北队 三场比赛是 王世贤2比0 战胜戴姿颖 唐元廷和欧东尼 2比0 战胜蔡费林和江凯欣 韩利2比0 战胜陈小欢 这样中国国家队就获得了 第六届 东亚运动会 羽毛球女子团体的冠军 中华台北队获得了第三 好观众朋友 这场比赛 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儿 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